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螢幕錄影軟體 Ocam 它有非常優秀的螢幕錄影效果 很值得跟大家來做推薦 首先我們來看看它有什麼優點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選擇很多種的影片與聲音的編碼器 那這裡面包括我們常見的MP4 MOV WMV AVI這些影片的錄影格式 那麼在這邊您也可以同步在錄影的過程就進行畫面的擷取 此外它也可以加入一些滑鼠的效果 甚至我們可以調整游標的大小 從選單這邊我們就可以找到效果 好這裡您可以看到滑鼠點一下會像這樣出現 那滑鼠按右鍵也會有 另外呢滑鼠移動的時候下面可以有這樣的一個黃色的透明底 這樣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游標的大小呢也可以透過這邊直接把它變大 這樣子呢都可以增加我們影片在觀看時候的一個可閱讀性 好那接著呢我們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把webcam的畫面疊加進來 直接選擇要哪一個視訊以及它的大小跟位置 另外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它的快速鍵很單純 一個按鍵就是兩個功能 比如說F2就是它的開始跟停止 Shift加上F2就是暫停或者是繼續錄影 只用到一個按鍵但是就可以做這麼多的功能 好使用起來就相對簡單很多 那麼當然Ocam可能也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首先這個免費的版本 我們會在Ocam的視窗看到廣告 那你關閉Ocam的時候呢也會有另外一個廣告 離開的這個視窗之後 它就會帶你到官方註冊的網頁 像這邊就一個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呢你不需要看到這個廣告 你就可以把它往下拉動一下 好那它下方呢就是軟體的說明 第二個你也可以把這個視窗最小化 我們就直接搭配它的錄影或暫停的這個快速鍵 直接來操作就可以 這樣就不用擔心錄影的時候會錄到軟體的畫面 或者是廣告 再來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錄影的這個檔案大小 跟我平常使用的Debug Video Capture來比較的話 我使用Debug Video Capture大概只有它錄下來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說呢我們用Ocam錄下來的檔案會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那麼還有一個呢 它目前浮水印只支援使用影像 你沒有辦法去輸入文字啦 或者顯示我們現在錄影的日期跟時間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你在使用Ocam開始錄影之前 可以做這些選項的設定 首先第一個 Ocam呢它會顯示這樣的一個錄影區域 如果呢您覺得這樣會干擾到你 您可以從選單裡面的選項 在錄製這裡切換到錄製區域 把這兩個始終隱藏以及錄製時隱藏把它勾起來 它就不會出現這樣的錄製區域的標示點 第二個您在錄影的時候可以設定適當的輸出的位置 以及它編碼的一個檔名命名方法 那您不用自行去看這個代碼的意思 直接點後面的三個點點 您就可以找到 它有內建很多的編碼方式 那我個人是比較習慣用123的這種方法 所以我就選擇這樣的方式 那它下面呢會自動做一個範例給你看 那如果好了您就可以按確定錄製的時候呢 就可以比較輕鬆 現在我們就實際用OKM來進行錄影 首先第一個 您要來這邊選擇您要的錄製區域 那以我現在來講 有雙螢幕 我就選擇我現在這個螢幕 按下錄製的區域 好 開始錄製 那您可以把這個畫面縮小 那我們現在呢進到想要講解的網頁來 當我在移動滑鼠的時候 您在錄製過程看不到 我們剛剛的滑鼠效果的一個設定 但是沒關係 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來觀看一下 這一段錄影的影片 那現在呢我錄製完成之後 按下F2 它就會自動停止 現在我們把剛才錄製的影片打開 你可以看到在畫面上 這邊呢第一個 滑鼠的下方就會有這樣一個黃色的提醒 圓圈圈圈圖示 我們在點選滑鼠的左鍵 也會有我們所設定的效果 那您也發現到我們的滑鼠游標真的有變大 因為我們現在所錄影看到的游標大的四倍 這樣在錄影的影片 閱讀性上 其實就相對變得更加方便